这是普通的逆野龙 配合他的制空勾锁技能 只能在空中实现两次跳跃 这是吃了果子后的逆野龙 可以无限起高 想跳多高就跳多高 开始教学 首先你要找到那塔大世界随处可见的火流果 当吸收后 它可以转化为超级炸弹造成伤害 所以可以利用发射后的后摇机制 用跳跃进行打断 来实现无限跳跃 无限增高 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跳跃和技能线来回切换 多尝试多练几次 控制好节奏 那你想跳多高就能跳多高了 抓紧上线试试吧 下期见 拜拜 我是万万没想到 原魔也能有听力功能 就这么说吧 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 实验标题就是 如何用声音吸引前面的原魔 首先是要控制好和原魔的距离 其次放上可以抗击打的道具 再用声音吸引他 首先通常的是大剑角色 其次是长枪角色 带走剑角色 最后是气角色 原魔都处于无动于衷的状态 那我们再来看看弓箭角色 只是轻轻回了几下 原魔立马就受到了感应 其实像这种类似原魔能听见的声音 也有不少 就例如一斗的牛牛 你卡的元素在近 干雨的元素弱发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的原魔也有听觉 你知道了吗 好的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不少 下期见 拜拜 原神 关于新角色尤拉的一点点小细节 第四名 尤拉的表情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在原神中绝对是第一名 因为他可以从面无表情 到害羞再到生气 简直就是原神中的表情地 害羞的表情 是尤拉在平衡时 有个疏刀的动作 这时 你看他两腮红红的低头 往着自己的脚尖 显得那么羞怯 生气的表情 只要打断他的平衡就可以了 这一点还是很符合常理的 第三名 尤拉白色发烧的蓝短发上 鱼圈黑色雷丝边发带 可能有的小伙伴觉得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配饰而已 那是你没有仔细光查燕飞的服饰 因为燕飞的短裤上 也有着相同的布料 所以有个小伙伴就挑战到 这是燕飞剩下的 直接给尤拉带头上了 第二名 传统的大剑角色 一般都是四段平A 但尤拉和北斗无一样 15段 时间稍微有点长 那我们就可以打到第四段 马上暗闪 避剑 重置普攻 能节约不少时间 一名 他是原生中最特殊的角色 因为总共有567天为复刻 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2.3版本 到这个记录 是否还有别的角色 能打破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么好玩 好看的角色 你确定不抽一个 进步可施 时不再来 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 小伙伴们 疯啊 下期见 拜拜 这才是神功天巧 最阴间的关卡 此次活动 也已经开展很多天了 刚开始时 玩家还在正常设计 跑步关卡 但随着时间 不断流逝 玩家设计的关卡 也逐渐变得离谱起来 就比如 这个全自动关卡 你根本就不需要 手动任何按键 只需要点击开始 然后双手离开你的键盘 你的角色 就会顺着关卡的流动 一路到终点 但这不是最离谱的 因为有一些关卡 你压根就看不到终点 就比如这个 360度无死角 堵住所有道路 你只能看见 可以移动的水炮墙 但想要突破它 就要好好想象了 还有这个 朴实无华的第四走廊 连一个落脚地都没有 高达百米的通天墙 你只能在底下干照机 最后一个更加离谱 异象风场 再加上密密麻麻的机关 你根本就到不了终点 因为你不管如何挣扎 都会被无情的 摧毁到原点 但它们就真的 没有破解办法吗 有的 像水炮墙 我们可以用特定的角色 在旁边墙体的缝隙上 进行摩擦 直到卡在墙上 才能慢慢划过 高达百米的巨墙也是 利用钟离 流浪者 温迪 万页的特殊元素战绩 只要是紧密配合的好 突破这关 也不在话下 还有哪些高难度 阴阶地图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赶紧念 拜拜 这才是原神中 最正确的起飞方式 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工作 来地图的这个位置 冲冲冲 再进行下落攻击 直接起飞 画面镜头 你会发现 在你下落的过程中 正好有一只原魔 注意一臂之力 随即寻找一只海乱鬼 远离它 再放上一颗光星 静静等待 起飞 驾驶者小船 挺奥到奥摩斯港的这个位置 可以用角色体验 不一样的起飞方式 温馨提示 要往船的顶上跳 像风史莱姆这种的 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起飞方式 欢迎小伙伴们 茶路不缺 下期见 原神 关于新角色雷尼特的趣味小发现 新角色雷尼特 大家肯定都有了 没有的 就抓紧上线灵 首先 恭喜各位小伙伴们 大世界跑步小能手 又新增加了一名 虽然没有夜兰的技能时间长 但对于萌新的你 再搭配上一名风元素角色 在大世界改入 也是够用的 尤其是夜兰和阿比多搭配的 绝活升降梯 雷尼特 也是可以的 其次 是大招了猫猫 个人感觉非常好 但你们观察过没有 大招战役上 不同属性元素的同时 猫猫也会发生 颜色的变化 而且雷尼特 也可以划身 动物刺客 野猪 这下 汀米又有了新朋友 本来是想着 雷尼特能和走又一样 战役上冰元素的同时 用元素战技 就可以实现水上改入 但雷尼特不大型 鱼头上水 就被冻结了 海豚鸟 算得上是风丹的心境而防 但会的角色不多 所以没有雷尼特的 只抓紧去里 用这个角色的 就抓紧去体验吧 不用的却被小RF 又增加了多少 下期见 拜拜 史莱姆的多样性 那不必多说 每一种都不一样 这期就来盘点一下 史莱姆的各种奇怪特性 特性一 像火元素的史莱姆 你仔细观察后会发现 它释放技能时 表面会发红 放完技能后 就会暗淡下来 所以只要我们使用 相对应的元素 就能对它手动进行充能 让史莱姆实现 无CD释放技能 特性二 眼史莱姆除了厚厚的盾以外 还有自身元素形成的头盔 先用相对应的元素 来破除它的盾 会发现盾量减少的同时 头盔也会发生改变 但有头盔的史莱姆 也都如此 就比如冰史莱姆 特性三 当你攻击史莱姆时 史莱姆被攻击后的眼部 会呈现出一大一小的样子 释放技能落地时 也会发生变化 用冰元素送住它 还会哔哔哔哔的眨眼 特性四 风史莱姆是不会受到跌落伤害的 就比如我们用琴的元素战技 来测试其他史莱姆 都会有跌落伤害 但风史莱姆不会 因为首先是对风元素的免疫 其次就是它比其他的史莱姆 多出了两个小翅膀 爆弹球员人和史莱姆 因为爆弹球员人的攻击手法 就是从地里挖出史莱姆 对玩家进行攻击 所以就整合在了一起 先说一下雷元素爆弹球员人 普通攻击会有雷电效果 但是把它供应到水里 从水里挖出史莱姆的一瞬间 就会触发水加雷的元素效果 史莱姆就消失了 像这个一情况 还有大家所投资的火球员人 但前几期的视频也有讲过 就是可以在火球员人投资的瞬间 抢先一步使用水元素 灭掉它手中的火史莱姆 这样伤害就不是很高了 最后再来说说冰元素的爆弹球员人 同样是在水里挖史莱姆 拿起的一瞬间 水加冰的元素反应会瞬间冻住 但还是可以正常投资 造成伤害 也不知道说的是否全面 要是大家还有其他史莱姆的冷知识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下期见